學委員你好 部長好,大家好,謝謝 你這個報告有提到說我們大學學雜會 國民所得跟付稅比例 來做一個綜合考量的結果 國內的學雜收費相對低年 真的是你的看法嗎? 基本上我覺得我們跟GDP比起來 其實相對還是低 不過今天有好多位委員給的指教 就是說如果用我們把我們的所得分成五級 跟最低這一級來比 看樣子也蠻多的 當然我想這個比如果要這樣比 全世界也應該用這個方式來比 這是一個reference 因為台灣看樣子我們的所得 有比較兩極化的發展 所以對於低收入的這個環節 看樣子就是只用GDP 可能看不出全貌 所以我也同意就是說我們應該來看 貧戶賢淑,考量進去 對 然後再把這個國立學校跟私立學校 國立學校的學雜會比較低 對 私立學校比較高 那原因是因為國立學校取得的政府 政府的支持比較多 然後再來比較 這個國立學校 公立學校跟私立學校 學生的這個家庭 對 這個設計地位 等等 綜合的結果 我們的學雜會是非常的高 我其實不能完全說非常高 因為相對的 我們的教育品質是非常的差 可是我跟這個委員 我先問你一個問題 這個大學教授會騙起這個 會騙起這個 這個騙起這個什麼會 研究會 對 福報研究費 那是普遍現象 還是導臉被抓到的現象 這個不可以是普遍現象 這如果是普遍現象 台灣的高等教育 就是面臨了非常大的挑戰 所以有人問我是不是歷史工業 我必須絕對講 也不是歷史工業 怎麼可以福報 把公家的錢放在自己考袋裡面 這個絕對是少數的 如果這個是一個大量發生的情況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台灣高教碰到的很大的一個危機 我非常難過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也責成各個學校 我一樣一樣來請教你 你認為我們現在國內教授 大學的教授 他們的待遇低還是高 我們的待遇其實 如果從全世界的角度來看是低的 是低的嗎 是低的 那低的原因是什麼 低的原因我想這個 一個國家各行各業的待遇 跟那個國家的競爭力是很有關係的 我們表示說 跟我們的GDP當時有關係 我在請教你 這個 你所了解的一些世界級的名校 對 靠學雜會來辦學校的 等於說沒有學雜會的收入 他的這個品質 他的 可以辦得好是不是 我可以跟你講美國的例子 美國像 就拿Stanford我自己的學校 Stanford的例子是這樣 他從過去20年都是這樣 大概他收的學雜會 佔他的總支出的四分之一左右 對呀 25% 然後其他75%就是各項的發展 對 其他會收入佔他總支出的比例大概多少 我們是高很高 高很高 高到不管剛剛講104 那我們多少 我們私立大學 私立大學至少佔七八成 這個是跑不掉了 那公立的呢 公立的話 從十幾%到50%都有 所以平均大概在30幾%這樣子 也是30幾% 對 那政府的這個補助 如果拿掉的話 佔幾% 政府的補助拿掉 我沒有不懂你的意思 那你就說 你就說他這個學生在公立學校 學生會 佔他學校總支出的這個三十幾% 是因為有你大量的政府補助嗎 如果大量 如果這個政府補助佔他總支出的 政府補助是50%的話 那加30%就是80%嘛 競爭性的經費算不算 如果競爭性的政府補助算不算 我拿中大做例子跟您分析好不好 中大50億的支出 6億是 所謂競爭性的這個經費是看 5年5百億是競爭性的機會 來源的性質不同而已 但是來源還是政府 好 國科會算不算 國科會 當然都通通算 那這樣子的話 可能 可能要占到80了 對啊 要占到80了 所以沒有政府補助的話 沒有政府補助的話 那個學生的負擔就更糟 那現在學生的負擔在公立學校沒有那麼重 一定是因為 對 政府補助嘛 透過其他的方式去競爭那個經費來 話說回來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美國私立大學Stanford的Case 我就要重新去分析了 因為我剛剛講 四分之一是他的學雜費 可是他可能有五六十Percent的經費 是從聯邦政府的地方政府去爭取來的 話說回來 對 我們可以做這樣的一個假設性的結論 對 我們國內的大專院校的自學自校能力普遍非常的差 呃 這個我 不能這樣 不能這樣說 以我們給大家這樣子的人事費 不見得是他能力差 可能是你制度不好 讓他英雄無用武之地 齁 台灣其實我可以這樣說 有史以來可能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可能是我們在大學裡面的教師各方面 可能是最好的 我們現在才在擔心說下一波有沒有辦法上去 這是很大的挑戰 其實就我看各部會我去問齁 管理兩個是在台灣幾乎不存在 什麼幾乎不存在 管理 管理 management management不存在 好 你知道二十世紀 這個自由的自由集團 打敗這個共產集團 或是社會主義集團 平的是什麼 是資本啊 還是什麼 對啊 資本啊 資本主義嘛 你看 這完蛋了 你有這樣的說法就完蛋了 齁 資本 資本是一個廣義的意涵 必須這樣講 就是說人才各方面 當然在裡面 如果 漏氣就漏氣 你說我又不是特管理客人 我又不滿吧 你 你專長是什麼 我 我專長是土木工程 我做風險管理 對啊難怪嘛 難怪嘛 土木工程不懂管理嘛 不是 這個 你這樣子的評論 台灣有很多土木工程師 都會跳出來說 他們事實上要把一個工程管理好 所以管理其實是很多元的面向 我覺得不一樣 不用這個方式 我不再批評土木工程界 有沒有管理 懂不懂管理啊 我說你 因為你是土木出身的 所以如果你不 懂管理 不重視管理 對管理沒有概念 齁 那 情有可言嘛 我是在幫你講話 其實 其實 其實轉得太快了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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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